花蓮协蓝艺协会这个星期假日在吉安活动中心举办了秋季篮展 今年邀集到了120盆珍贵的兰花餐展 还特别评选出年度的优胜兰花 每盆都高贵典雅 珍贵难得 欢迎爱花民众要把握机会 请往菜观欣赏 110年秋季篮展这个星期六日在吉安活动中心登场 今年招募到120盆珍贵的兰花餐展 同时也在专业兰花达人评审之下选出了年度的优胜兰花 每一盆都相当的珍贵难得 这一次我们总共有将近120盆的花餐展 那昨天经过大概十位评审之后 我们选出了许多的好花 那其中今年来讲 那个总冠军的话是由我们赖永燦 李治他所栽培的一株加德利亚焦冲天炮的一个特别的花得奖 再来这一次也有许多许多很特别的花 像有马来西亚的双色蓝 也有豆兰 而且今年秋十五也非常多 今年我们秋十五有大概四十多本 而且花量都很多 而且很多都是很特殊的像泼墨花等等 等等很珍贵的花 有很多他们花族都是可能有上万元这样买下来 特别去种去做繁殖的 而且种的都很漂亮 星期六一大早就有很多爱花人士前往赏花 看到开的争取斗艳的兰花 每个人都十分赞叹 你有研究花? 就我就是看那个拍卖的时候装的蛮小的 是吗? 你自己本身也有在养兰吗? 有一点 我真的出手而已 很喜欢? 这个蛮漂亮的 养兰会很难吗? 养兰花会很难吗? 蛮难的 不好照顾喔 可是很喜欢 对啊 就觉得它开的时候就是很漂亮这样子啊 高贵 你这花漂亮? 对啊 你有在养花吗? 我种的不会 我不可能种出这样子的 你跟我一样啊 那你呢? 我有成绩哦 你有成绩哦 所以问他 所以兰花很漂亮? 漂亮啊 漂亮啊 你种的是什么兰? 杂兰 什么都有 什么都很厉害啊 蝴蝶兰啊 还有秋树湖 春树湖啊 好厉害哦 还有万代也有啊 很有成就感 有有有 120盆珍贵兰花让民众观赏 现场还有兰花意卖 喜欢的民众可以买回家来尝试养兰 或许不久之后 自己也可以成为兰花达人 这旅会竟然相报导 把约应赏兰花达人 还能看到 这旅行的 是 2 4 江林 感谢观看